香港資深武達女星鄭佩佩金傳因病離世享受78歲 她在2019年被診斷患有非典型帕金森病症 離世之後選擇捐贈大腦用於醫學研究 娶娶一個含笑半步甸會拿得倒我嗎 大不了不上不走路 一日喪命傘對上含笑半步甸 無理頭愛情喜劇片唐伯虎點修祥 周星馳與華夫人的經典台詞不少觀眾耳熟能詳 但戲裡的華夫人香港資深武達女星鄭佩佩金傳去世 享受78歲 我只覺得我一定要把這個戲拍好 我一定要重新站起來 很奇怪的是我的好朋友們看了這個戲以後 都覺得很可笑 因為就因為我平時太正經了 居然有那樣的一面 接受台式台灣名人唐專訪 唱彈進一夾子充飲生涯 而臥虎昌龍的大反派碧眼狐狸 更讓她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配角 她不是一個壞人 她是一個很可憐的女人 李安導演對這個鏡頭 可以說是要求比較嚴格 她對我深深擁抱是她滿意我的演出 她想像之中的變回你的那個結局 煙火一個又一個角色 但今年身體卻大不如前 2019年被診斷患有寒病 決定捐出大腦 用於醫學研究 我不擔心老 我更不怕死 我只怕生病牽累到我的孩子們 看男生死只怕林類家人 如今傳出病時消息 周星馳在IG線路上 放上鄭佩佩黑白秀臉照 發文佩佩姐江湖再見 因為劉濤更難過寫下 您是我永遠的知己媽媽 一直很想你 一代俠女瀟灑離世 但女俠風伴會永存 每個人心中 記得台北做何報道